那我们要介绍长度 我们在考这种什么最小单位啊 估计的时候 国中大部分都是用长度来考 因为要是长度的单位标准 那这个是古时候的标准 照片上的仪器 然后刻度 然后距离要说一公尺 但是我们不希望用一个确实的实体 因为实体可能会毁坏或怎么样 所以我们会改成这个标准 光在这个时间所走的距离 你也不用背 我也背不起来 反正就是这样叫做一公尺 这样任何实验室都能够找到 它的一公尺 进步几个一公尺 然后这就是长度的单位 然后有一些换算 我们在国中阶段很少用米 很少用米 怎么千米毫米 当然上面的公米公尺公分 然后它的符号看一下 国中大部分出现的是公分跟公尺 当然公里也看过 公里也看过 然后换算欣赏一下 OK 简单的 基本上应该数学什么 小学应该念过了 有什么问题 那么还有两个名字 这个叫唯米 叫奈米 一个是10的负6四方公尺 一个10的负9四方公尺 看一下了解 知道一下 了解知道一下 知道这个奈米是一个长度的单位 不要出现了古老的笑话 卖米浆的变说 我们是奈米制造的米浆 我们很进步 因为奈米很科技 我说奈米的米浆是花嘞 奈米不是米 奈米不是种米 它是一个长度的单位 OK 唯米奈米 欣赏一下 那么国中我们量长度 基本上用的是直尺 高中会学所谓的螺旋测围器 游标尺 有其他的测量长度的工序 我们国中就很简单 就直尺 就直尺来量它 然后它知识上有所谓的最小科度 然后呢 要记得学生要多加一位估计子 像这样 上面有一把尺 最小科度是公分 下面一把尺 最小科度是公里 所以上面那把尺 就写成14.8公分 下面这把尺就写成14.75 那我们看到了 我上面确定有14 下面确定有14.7 所以这个叫做所谓的准确值 后面我猜了一个 我觉得猜大概0.8 所以我写一个8 后面大概猜有一个0.05 所以这叫做所谓的估计值 就是我们考试的时候 就这样子看到一个最小单位 然后写出一个正确的测量结果 就是我们告诉你直尺测量长度的写法 可以吗 可以